Hello,大家好,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星期天,11月27号 那个Tropicana季会 昨天听到有消息啦,那些Tropicana季会就是 那些BN好像有BUS的人 有季会啦,全部都否认他们是在那边季会 但现在越来越多消息传出来,他们真的有 有机会就好像那个上次的叫做Sheraton Move 就是那个西门政府倒塌的 慕尤丁跟Azmin Ali跳槽 跟BN合作,然后PS倒台 这次好像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这次给那些媒体 记者给人看到,记者那些也看到 他们讲可能这个就是好像上次的Sheraton Move Sheraton季会 这个就是这个Tropicana季会 现在是他真的是有了 全部人在那些 相关人在否认 在否认,所以 这个新政府不要太过 现在暂时是赢了 不要太过放松 所以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最重要就是这些反跳槽 这些东西 要小心观察啦 因为有漏洞 反跳槽 这个反跳槽法案是有漏洞的 所以要小心 你知道安华 安华他的历史 我们看图可以看到历史 对吗 他的历史 他倒台,安华每次他差一点成功 就是谁 是他 跟他有关系的人 或者跟他联手的人 或者跟他联盟的人 或者他支持他的人 插他在背后拿刀插他 所以他是有小人 他的命中有很多小人 所以他要小心 要小心 如果他是华人,可能他去可以打小人 他不是华人 可能他没有人去打小人 他要小心小人 所以 至少 你看12月 他们要去国会那边 给投票 投新任票 如果真的他们现在 正在开始 你知道 BN 国阵 没有100%支持 Unity 新的政府 新的政府就是我们阿公讲的这个 Unity Government Unity Government 华语怎么讲 等等啊 等我看一下 翻译一下 不好意思 哈哈哈 联合 联合 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 所以 阿mno 讲暂时 阿mno的主席那些 是讲支持 里面的人 超过一半是不支持的 超过一半是不支持 所以阿mno 怎么样讲都好 阿mno是他的元旗已经大上了 AMNO已经是 已经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破碎的 破碎的 有点像那个 破碎的花瓶 已经破碎的花瓶 所以AMNO 西蒙 不是讲AMNO不好什么不好 他们是现在已经 散了大烈了的 是一个已经 破碎的 这个花瓶 你撕回来 你撕回来AMNO 你是西蒙 或者不是西蒙 现在不是西蒙指证 是联合政府 记得阿公讲不是西蒙指证 是联合政府指证 你撕回AMNO回来 他是一个 一个碎了的花瓶 你不小心你会割到手 分分钟割到身 你会死掉了 所以AMNO要撕回来 要小心 AMNO撕回来 BN要撕回来 你要小心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次 他是一个破碎的 这个花瓶 会割到你 你会割到满身上 所以这个西蒙要小心 最重要 现在是谁 沙巴沙拉越 肯跟他们合作 最重要 要保住 沙巴和沙拉越 沙巴沙拉越 最重要 要保住 所以 因为这些 他们 是第一 他们 支持阿公 他们没有搞 在那边开玩笑 他们 他们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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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支持阿公 这个AMNO没有的 AMNO表面上不了 里面 好像火山爆炸 里面 还没有爆炸之前 地震 现在裂住 那个地在裂住 在破裂 所以迟早 砰出来 AMNO 这个BN 最好 守住 沙巴沙拉越 有了沙巴沙拉越 有了 有了GRS 有了GPS 那个谁叻 这个 联合政府 不是PS OK 换一换那个思想 不是PS 现在还是联合政府 你一直要讲PS 很多人会反对的 你讲联合政府 阿公 阿公的意思 阿公 怎么样讲 阿公提议的联合政府 OK 可能就会比较 比较稳定 比较坚强 你讲PS 很多人还会反对的 so 希望这个联合政府 他能组成 或者 他找多其他的党会来 或者PN 不知道 PN还是要反对 因为PN 还有机会 PN还有机会 做政府的 你不要以为PN 没有机会 PS 这个联合政府 有什么问题 一倒台 PN就上了 所以这个 谁也是聪明 这个慕尤丁 他 他知道 如果他现在跳进去 联合政府 他是没有机会 他是 因为他已经组织 一个 已经联合了 对吗 他是没有机会反了 因为是一个党了 是一个 一个政府了 所以他在政府里面 他是一个 他要反很难 也是可以 你知道 他们有 有什么 也许他也可以做得到 暂时你进去了 这个联合政府 你就很难再反了 你就反阿公 对吗 如果你进去了 你反 你反阿公 如果你现在在外面不同 你的联合政府 有什么问题 倒台 他倒台 我上 对吗 他倒台 我上 联合政府倒台 我上 我做联合政府 有很多东西 他们已经思考了很久的 所以现在 最重要 联合政府 Unity Government 不知道是不是联合政府 最重要 要保住 要保住 那个联盟 那个联盟 最重要的 不是BN 是 Saba 最重要 最重要 是Saba 一定要保住 Saba 这些联盟 OK 就有机会 Amno 是一个破碎的花瓶 你撕起来 你的手会满身伤 然后分分钟 擦到你 擦到你的手伤了 分分钟 不止血会死掉 这个样小心 就是 讲的故事好不好听 OK 我们看图 OK 看图 不要忘记点阅点赞分享留言 很久没有讲这个 CGSMB OK 如果你要 ITmax OK 你要subscribe 你联络我 我的号码 你知道 CGSMB 可以subscribe 这个 跟CGSMB 018 3923129 下个月要上市的 ITmax 现在满 那天 我有跟remiser 我的remiser朋友 有吃午餐 他讲这个真的很hot 很热 很hot 这个 ITmax ITmax 他讲这个 如果你要试试 你来给我知道 OK 呃 看remiser声明者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如果你们已经注册了这个自动盈利图表分析课程呢 你还没有收到那个课程你给我知道啊 因为有很多讯息啦 有些我可能会miss掉啦 会miss掉就是 因为很多讯息 有些我注册 然后有很多form 很多啦 很多东西 也许我会miss掉 那如果我miss掉了 记得你要WhatsApp给我啦 0183923129啦 你WhatsApp给我啊 如果你还没有收到 你注册了还没有收到课程呢 你WhatsApp给我啦 啊 呃 呃 OK 昨天我有恢复了 你们WhatsApp啦 我尽量啦 因为这几天你知道啦 Holiday啦 小孩子 我们 我们投资 我们做投资就是要有时间啦 就是要有时间啦 所以 有时间 我们要 陪小孩子哦 带他们去跑跑啦 这个那个啦 小孩子的时间 很重要啦 要看小孩子长大了哦 所以以前 我前天做工 前天做工 什么都忘记了啊 只是记得公私罢了 所以当我觉得 哎 工作不是不能做啦 你喜欢做工是没有问题啦 工作不是不能做 你 你也是好啦 你有做工作啦 因为你有 你有什么 对这个 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啊 你有表演 你有付出啦 不是讲我们 坐在家没有付出啦 我们也是有付出 我们要教 教 怎么讲啊 教养我们的孩子啊 给他改 来 长大了 有 会有对社会有贡献啊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 还有我们有教课 我有做YouTube 这些啦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啊 有课程 也是我也是照样做 做YouTube的啊 YouTube 是我 自己做功课的时候 要 要看这个图 我 顺便分享给大家 然后很多人跟我讲 哎 你做个 做一个教学啦 所以大家可以 真正的学你的功夫啦 因为你在 YouTube 在视频讲呢 很快啦 还有跳来跳去啦 每一个 很多功夫 在这边 这边用这个那边用那个 所以他们有一个 一个排好的策略啦 排好的这个 一级一级去学啦 所以很多人可能 他学着 他会觉得比较 比较复杂啦 比较复杂 so that's why 我做这个课程啦 所以这个课程呢 如果你是外面呢 找外面 叫那些 什么 那些交学呢 他们这个是 应该是10千块的啦 9999的课程 这些呢 好 我是做来给我的这个观众啦 999 超级便宜的 现在999你知道啦 999 是没有多少钱 罢了啦 不同以前 20年前 10年前 20年前 999 是很多钱 现在999是很少钱罢了 你要知道 ok so that's why 你我也没有请一大半人 去支持的 如果我请一大半人来做 我要参加你999 所以这个呢 可能我回复会没有降快 我回复 WhatsApp 讯息会没有降快 然后 然后也有一点时间 我就会 send 这些资料给你啦 so这个也许你要等一等啦 so 尽量啦 还有啊 我有一个号码 跟我啊 进入我的投资群 我是不会这样子做的啊 ok 我 我的 我只会跟你讲 ok 你要参加我的教学 ok 你填表格 ok 你WhatsApp给我 我可以 我是不会叫你来 哎 来参与我 给钱我 没有的啊 这些钱不是老钱来的啊 ok 我是教课 ok 你要怎么样投资 你要投资多少 你要买多少 你要卖多少 你要进多少 那个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决定 ok 我只是跟你讲 我交了 我只是交了这个 ok 这个啊 自动营利课程 ok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你要投资的这个 产业 ok 它的表现现在是什么 我图跟你讲是什么 图跟你讲是机会 危险 什么情绪 还是 看它的历史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个股 这个股是一个危险股 安全股 是一个上升股 是一个下跌股 是一个 是一个 啊 啊 怎么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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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股 动力股 还是 还是一个给人丢到 给人丢到 不像样的股啊 所以你要看了 至少你看了 你有一个概念这个股 现在是怎么样 不是讲你看了 就包赚大钱啊 这个不是 不是 不是什么啊 这个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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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了我明天我就发达了啊 一定要学功夫的啊 不没不是讲 哇 哇 近期明天就发达啊 不是讲 有了spot mcdx 有了自动盈利讯号 就要发达啊 这两个是跟你争强你的功夫 罢了啊 最重要你要学会你的基础功夫 一定要会 哦 基础功夫 基础功夫 会了 这两个就是加强你的功夫 啊 就是这样罢了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哦 我会不用看这个 我有这两个 哇 发达 没有这样容易哦 这个是加强你的这边的功夫哦 还有一个啊 这个价值投资策略啊 这个避命价值投资策略 这个长期啊 三五十年的啊 这个是很好用 是很强 要有很有耐心啊 要等很久啊 当然哦 你要有很高 8%可以赢的 哦 一定要时间啊 短期没有人可以知道了啊 短期 你你你短期你你买 安华概念 跟啊啊 慕尤丁概念股 你你肯定哪一个会赢吗 你没有你也没有你也不敢肯定哪一个会赢 对吗 哦 长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知道 OK OK 现在 OK 安华派的赢了 如果他不倒 如果他他他他下个月去去啊 啊 去去那个啊 啊 国会那边投 投这个啊 投那个投票 哦 那个全部议员啊 全部那MP去投票 OK 啊 他没有倒 OK 他的股应该长期有机会上 我们可以讲这样子 那那两天在那个 哦 选举那几天你敢讲吗 谁敢包哪一边赢 没有人敢讲啊 没有人敢讲 OK 所以记得啊 有手骨鸡啊 手骨鸡 不要啊 啊 手骨鸡功夫 我学回来的全部功夫就在这边里面啊 就是在这边里面啊 OK 一个视频 你可以看几多次都可以啦 看几多次可以啊 所以我会 这个呢视频我会放在网上是一年 很多人问了几九一年 OK 一年是一定会有 超过一年呢 我是不会查他的 啊 因为超过 因为你你时间放久了啦 网上有很多新的落出来 这个那个说我没有没有没有包你 啊 我是不会查的啦 啊 一年是一定会有的啊 一年里面是一定会有 所以你有一年的时间去学这些全部东西 一年的时间 啊 所以很长 我给你很长的时间啊 一年后你也 你还没有去看 你你不要怪我啦 啊 如果一年后我给了你这手骨鸡 你一年后你还没有去学啊 啊 这样你你你你你真的不能 还有这样的价钱 九九九罢了啊 我不是查你 九九九罢了啊 九九罢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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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很少钱啊 在这个社会 现在的这个社会 十九九是很少钱罢了啊 OK 记得零一八三九二三一二九啊 添下表格先啊 这个 视频上面有表格 你添下这个表格先啊 哦 很多人还有很多人添了现在 你玩股票还是股票在玩你 刚才那个投资者亏了 三百多千的马币 八十多千的美金哦 我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的课程已经写好了 我们进去看看 OK 所以不要不要好像这个啊 啊 啊 这个狼大哥这样啊 狼大哥他一下不小心啊 亏了整八十多千啊 他炒啊 他炒苹果啊 炒苹果啊 炒苹果他是玩短线啊 他炒苹果 所以苹果一个大跌啊 他亏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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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钱 啊 so 啊 ok so 我们看 我们进去看股 啊 啊 进去看图 啊 看图 这个不是投资建议 你要不要投资你自己决定 ok 我跟你讲股 跟你讲那个图 图跟我们讲什么 啊 然后你要不要玩 你自己决定啊 啊 ok 云顶 一次过讲完就行了 啊 所以今天呢 视频我会分二啦 啊 我会分两集 因为 这个星期真的太多股了 啊 太多股 所以我会分一半一半 今天一集 因为明天Holiday 所以明天又一集啊 如果今天我要讲完 啊 讲完全部 我要两个小时啊 我声音现在已经变了 讲了英文的 现在声音也要变了 啊 所以现在还要讲华语的 等一下真的没有声音了啊 如果我讲完两个小时啊 ok 然后现在我会讲到比较慢 然后那线呢 我会重新画过全部 啊 因为上次画了很久 很多线了啦 所以你们刚刚 学习的时候呢 你看到 哇 也许你会看到头晕啊 现在我全部线 全部重新画过 很简单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开始学 啊 ok so 消费有云顶 云顶跟云顶 啊 跟定 啊 啊 大马云顶啊啊 啊 这个啊 跟定 我看跟定 ok 跟定 勒 ok so有一点目标在4.4 5.2 还有一大堆目标在6点多 暂时我们不要看这样眼神 我们看守 看现在 云顶在做什么 啊 云顶在什么 云顶现在 可以 他在横盘 ok 他在横盘 ok 他在横盘 ok 这个是云顶啊 3182啊 不是跟定 吗 你先跟定啊 ok 现在你看他他在横盘 ok 所以他正在做一个横盘通道 所以他在这个通道底跌破 然后今天要冲回上去 对吗 这个是一个假跌破 假跌破呢 很好的 为什么 通常假跌破呢 跌破后呢 他那个 这个这个啊 图列啊 那个价钱他会往第二边跑 啊 因为 买卖家已经输了 给买家已经 买家已经 赢了 在这个支撑线这边啊 所以他 做做成一个假跌破 通常他有机会上啊 暂时他的主力在这边 啊 5.2 就是阿Fin跟MBB的价钱这边啊 目标 如果他能突破了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5.5 5.8 6.1 这些啊 啊 主力 好来就是这些银行价钱啊 他长期呢 我们看呢 应该是有机会了 暂时啊 ok 还有云顶马来西亚 ok 我们看更顶马来西亚 ok 更顶马来西亚 他呢 在一个上升 上升通道 好 他在这个也是在通道底 跌下这个通道底又上回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症状啊 是一个好的症状啊 所以现在最重要呢 现在行的Unity政府啊 现在真的联合政府不要倒台了啊 倒台 因为这些全部这些图 这些全部走势啊 market的状况 会再改啊 暂时 暂时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上了啊 你知道了啊 希望希望不要有事发生了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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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一个假跌破 假跌破啊 假跌破啊 假跌破后你看这边啊 跌破 假跌破然后 冲回上去啊 他又到这个底又推回上去 他要这个底下有一个假跌破 他上回来这个假跌破 是有机会的啊 他会有机会上来这个3 2 2.9 2.95到3.1 如果再突破2.953.1 他就有机会来这些啊 public bank这些3块钱 然后其他的这些目标 UOB啊 这些啊 长期啊 如果没有换政府的话 他们应该有机会 如果换了政府 你要换了政府 很多东西都会改变啊 很多东西都会改变啊 尤其是你知道啊 PN做政府 你就知道那天啊 不优定讲他购票了的时候呢 你看这些全部赢顶 这些全部大跌啊 大跌一轮啊 现在看来ok啊 如果政府是ok稳定 他应该可以继续上到通道顶 有机会啊 ok有机会 嗯 这个还有 有没有magnum 有magnum magnum不大好 不大好 magnum跌下来不大好 magnum最好啊 不要啊 啊 他还是在通道底 把他不强 看一下toto oktoto有反弹 buttoto嘞 我觉得他也是不能上太高了啊 他有一个阻力啊 他有一个通道下跌通道 他也是来1.82 我们要看1.82 他能不能突破 啊 1.82要看 他突破1.82 可能他突破了这个下跌通道 他能去1.9 1.9 1.9 1.985 甚至可能2.13 啊 butt他如果突破不能突破不了1.82 他应该还是在这个下跌通道这边啊啊跑啊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很重要1.82 啊 sporttoto 暂时他是有反弹啊 因为那天 他大跌一轮嘛 现在他在啊他在回去啊 他回去 but应该他会回再也许会再高一点去到1.82 but如果你要他长期上升他必须突破1.82啊 呃 还有msm msm不好啦 还是一直dead msm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好的大的动力啊 ok 还有谁 ok没有了啊没有了ok m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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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上升通道啊 他长期在一个上升通道啊 ok somisc呢 他应该有机会回来来接RSP接线目标啊 7.9 7.75 minvac mp8.3 有机会啊 止损在6.77 每次他利到创到这个通道底他都有反弹啊啊 创到底通道里通道底有反弹啊 哦说这个有机会这个有机会啊 长期是有机会啊 but他这个不会这样快了啊 不会这样快啊 要这个是长期misc全部是长期啊 要 要呢 炒一轮可以了啊 撈一下可以 but不长期暂时不是很好 but他呢我看到他走势啊 他其实有突破了啊啊 他有突破 but他横盘他不强 因为你看bubblebank还给他0.42 so他呢也是在这个0.315 0.42在这边震荡了 我觉得他不能去很高了啊 呃 呃我们看这个能源先啊有RL 今天会有hibiscus 我们看hibiscus 哦hibiscus呢他有一个双底哦双底 希望他真的能突破这个1.05 他突破1.05呢就很好啊 1.05 啊他突破1.05 他应该可以上这些通道顶 就是public investor1.18这边可以上啊 but他如果他冲不破这个1.05呢 在这边卡住了呢 他应该要调回下来的了啊 你说你要小心这个应该是顶的 但是我们要看1.05 他必须要突破1.05 啊撑在1.05上面 他就很美 如果他不能的话可能他要调下来了 嗯还有没有 ok haptic 看kobi k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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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47 1953.47 1953.47 有机会把他不抢 啊他不抢 啊他不抢 他不抢 kobi 啊他不抢 很慢他没有红色动力 他没有装甲动力 啊 awc okawc 他在一个下跌的三角形 下跌的三角形 所以他刚 他开始要突破 所以他开始可能做了一个底了 现在啊可能做了一个底 他有有机会把步枪他有一点红色动力 他看来不错 现在 啊你看他红色动力有来 他青色动力蛮少了 所以他短期有一个小反弹 应该有一个小反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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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主力在这边 他突破你要看0.46 他突破0.46他应该有机会去0.49 0.53 0.58都有机会 啊 啊 因为他有突破 啊 再等一下只要看啊 阿 阿摩勒斯科技 阿摩勒斯不是很好啦 因为那个 啊 投资银行讲 他不会赚很多千 这几 这两年啊 他的这个对他不太乐观啊 所以他应该会在这边调 他也不会跌 我看他有一个双底 他会在0.415 他突破0.415 可能他可以去0.5 我觉得他是暂时在 这个 这个 区这样子整当了啊 我 不觉得他会很强 啊 你要看啊 如果如果他突破了0.415 他有一个双底 他应该可以上到0.5了 还有机会的 CGSNP给他0.42 啊 目标 嗯 看上还有其他科技股 没有 ok 没有啊 ok ok 啊 这个 啊 我们看这个政治股啊 政治股 政治股ASP ASP已经炒了的啦 ASP不要再再再再去追了啦 啊 他一个真竹尾巴在上面很危险 他应该要跌下来了 啊 已经炒到很高了 然后他又一个看到红色红蜡蜡 大过青蜡蜡 对吗啊 这个也是你也是要逃了的啦 还没出卖的signal 他再跌 下个星期再跌他就出 他就自动盈利 应该是叫你买的了 所以我们 我们 你功夫好 你功夫强 你 你自动盈利是帮你 加你 给你一个更大的星星罢了 啊 你也看你会看蜡蜡蜡蜡已经跟你讲不对劲了 啊 所以你要小心了 自动盈利再一处 再一处signal 你就要逃了 啊 所以这个 你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状态出来 你也是要套利一半了 啊 因为 珍珠跟 Bellish engulfing啊 下跌 就 你知道这个 要跌了的啊 很高 是跌的啊 要玩这个 等他跌到便宜便宜 再捞过 因为你知道了 如果 如果安华 没有倒台 还这个 ASB 可能短期 他不会大反弹 长期 他可能还有机会了 短期 他不会有什么大反弹 我觉得是炒完了了 Edan Edan 你知道了 现在 Edan 那个木鱼顶不是政府 so Edan跟这个 啊 所以是很难 比较难的啊 Edan跟那个 啊 Triven 木鱼 ok 木鱼也是啊 你看啊 木鱼industry啊 也是一个下跌 ok 下跌 一个珍珠 一个下跌 吞墨蜡蜡 所以这个也是要跌了 木鱼 property也是啊 Bellish engulfing啊 吞墨蜡蜡 一个大 红蜡蜡 大过青蜡蜡 so这个也是要小心啊 ok Triven Plancock 也是尾巴在上面啊 好很长的尾巴 也是不好 这个没有这样强了 现在啊 可能还没有跌了啊 啊 自动盈利还没有出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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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长期真的有动力了啊 but他会冲到这个 0.205 你要小心 0.205 0.205 他能突破可能还能去 他不能突破0.205 可能他就是到这边不了啊 暂时 他主力在那边 0.205 ok 看了这些 em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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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突破了下跌通道啊 有一个下跌通道 所以他突破了很强 他已经冲到蛮高了 这个呢 暂时不能不能再追了啦 最好等他调回来 等他下跌回来 0.61 或者0.56 他再反弹再买过 通常呢 一个上升趋势的股呢 他应该会 啊 有波浪的上啦 所以你要买下面 波浪的下面 不是买他的顶啊 不是买他的顶啊 就是RSI超卖的 啊 所以我们要等他调下来 再反弹上去 啊 自动盈利 再出卖的signal 你才再进过啦 这样子啦 这样子去玩啦 到Magnum讲了 OK ASP Aiden讲了 RCE RCE Capital OK RCE已经大 一个大 飞上去太高了 这个等他调不下来生了 如果Yammin要买 哦 那他已经充到太高了 啊 已经RCEP目标 银行目标也到了 暂时这个 不要玩先啊 等他调上来生 嗯 嗯 Bzaya Food Bzaya Food Bzaya Food 5196啊 你自己看啊 这些啊 啊 这些 啊 这些代码啊 你要自己看啊 OK 所以这个他突破了这个顶 0.985 他如果他没有跌 0.985下面呢 他应该有机会上到来 这个通道顶 就是1.31了啊 这个蛮强 现在啊 不再要food time.com time.com呢 啊 5031 这个已经到通道顶了啊 每次到通道顶 他跌回下来 所以这个不能追了 等他跌下来先 啊 LC Titan我讲了昨天 前天啊 你信太高了 啊 你信太高了 啊 LC Titan因为他给那个 dividend啊 所以他有大炒一轮 嗯 你信已经迟了啊 已经大飞了 大飞了啊 因为他要做那个 电动 电子moto啊 GCB 等他调下来先 太高了 调下来1.2或者更低 啊 才完 这个 太高了 GCB一直在跌 这个没有东西看 暂时没有东西看 Sign Plantation Sign Plantation 呃 也许能去去到这个 他是三条线的通道 三条线的通道 啊 他应该可以去到通道中间 就是4.75 4.6这边啊 我觉得他在上比较难了啊 啊 他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双底啦 他应该 啊 我们看啊 看看这个 这边看是要怎么样先 如果他他能突破 到这边 啊 如果他能再冲上去 也许还可以啦 这边有一个双底啊 也许有机会啦 我们要等这个 啊 这边套利点 如果他再冲上去 再追过 啊 啊 Mibiscus 讲到 ENO ENO还在跌 他必须突破这个通道 突破0.440先 哦 不是他 还没有 他专盔为盈啊 把他 动力不大 bccs bccs 他 LBS呢 他开始反弹 你要看0.43 0.435 他突破0.435 他有机会 啊 他不能突破 可能他很弹 他正在反弹中啦 啊 没有背离 so这个你要看0.435 post post一直亏钱啊 这个不能玩啊 post亏钱啊 so一直到 so可能现在到底了 暂时0.545 是底了啊 他也没有什么 会反弹啊 这个啦 他这样子亏钱 MSC OK MSC也是 啊 MSC他正在他冲到这个1.7 1.765 他不能突破 他应该在这边横盘罢了 他他 如果他要很强的反弹 他必须要突破1.765 那他应该在这个1.27 啊 在这边啊 跌下来 如果1.29能撑他 可能他会很能上去一点点 哦 现在呢看来 嗯 横盘不强 这个不强啊 ok so今天讲完了 我们明天再讲啦 真的太多股了啦 太多股 这边还有一大堆啊 我们明天再谈 ok 明天明天啊明天再谈 啊 假期快乐 拜拜